欢迎大家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最近在广东的佛山 出现了一种热带病 它在本地流行 几千人发烧 关节痛 浑身发力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说这种病要在全球流行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 好好聊一下这个病 尽管这个病有个很奇怪的名字 叫做肌孔肯雅热 造成这个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和家人 佛山市顺德地区 它累计超过了4800个病人 都比较轻 没有死亡 但是症状很明显 就是发烧 出皮疹和剧烈的关节痛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跟我们 这个夏季的蚊子 非常的活跃 它是被蚊虫定摇以后传播的 所以它不是人跟人之间传 所以控制这个蚊虫 就很重要 那么在全球出现 看一个什么样的事态呢 大概119个国家 有报告这样的病例 大概5500万人 有感染的风险 虽然还没有感染 但是呢 有感染的风险 主要是在印度洋的岛国 非洲 南亚 东南亚这地方爆发 欧洲的南部呢 也出现了传播 那么为什么现在 会出现这样的高发呢 主要是因为 全球的流行猪啊 开始传播 另外呢 这些地方呢比较热 雨水比较多 还有呢 就是当地的人啊 缺乏免疫力 那么到底什么是 激空肯雅热 它实际上是一个病毒 造成的问题 它是一个RNA病毒 它通过一种蚊子 刚才我们讲过 叫白蚊一蚊 还有一种埃及疑蚊 它叮咬人以后传播 所以人和人之间呢 不直接传播 那么症状有什么特点呢 被叮咬之后 三到七天 你才会出现症状 然后突然呢 就是高烧关节痛 特别是手腕脚踝 皮肤啊 头痛发力 这种症状啊 会持续五到七天 也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但是呢 有的人的关节痛啊 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这就跟每个人的免疫功能状况 就有关系了 那么它和其他的病毒 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还有一种热带病毒 造成的是登革热 那么登革热呢 它更多呢 会造成一种出血的倾向 而我们这个痕痒热呢 关节痛啊 它比较剧烈 治疗方式都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疗法 是吧 就是休息补水 退烧止疼 重点在于预防叮咬 可能有些朋友说 我们不在这个地区啊 所以呢 跟我们没关系 其实蚊虫哪个地方都有 蚊虫叮咬会带来不同的问题 特别是呢 虽然症状很轻 但是它毕竟是消耗了你的免疫系统 如果是你是年纪大的人 那么有其他的慢性疾病 这一点点对你免疫功能的打击 就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蚊子到底有什么特点 这个蚊子身体是黑色的 它有个白色的斑蚊 所以叫白蚊衣蚊 那么它的腿部和背部有这些白色的斑条 那么它喜欢在小型的积水容器里面产卵 白天很活跃 清晨到黄昏的时候是叮咬的高峰 可能这时候人都在家吧 飞行的距离很短 200米内 所以它飞不远 疫情都在局部聚集 所以它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范围流传 那这全国扩散的原因什么呢 一个就是国际贸易 还有运输 气候的变化也是一个因素 那么我们从思维健康的角度来说 我们怎么防护呢 从结构上来讲 那大家最好就穿浅色的长袖衣裤 安装纱窗 蚊帐 点蚊箱 用电子虚纹器 那么对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讲 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你如果生活在这些又热又潮的地方 像台湾 我觉得就有这个问题 大陆的一些南部地区也是这样 那从生物化学角度呢 大家可以合理使用一些虚纹剂 从个人来讲呢 要补充维生素C 心来支持我们的免疫功能 同时呢 要补充水分 因为夏天又热 跟免疫力下降呢 也有关系 身体呢 一定要保持充分的能量 也就是我们讲的 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所以呢 你的身体的正能量要足 怎么足呢 就是要保持规律的做时间 充分的睡眠 适当的运动 另外呢 环境上要排湿 也要减少体内的湿热 我们说冬季多吃萝卜 夏吃姜 其实呢 吃姜也好 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保健方法 都是为了帮助身体呢 去除这个湿热 从精神角度来讲 我们人呢 也不要恐慌 是吧 COVID那么厉害 那么世界上 恐慌给人带来的问题呢 以及人们针对恐慌 做的不恰当的 这个预防 或者是防治的措施 都造成了很多问题 比这个疾病本身 造成的问题都大很多 但是呢 也不能获释 是吧 适当的保护呢 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是重要的 那么环境很重要 如果家里周围啊 有这个积水的地方啊 水池子的烟钩啊等等 比较容易去闻着 这些呢 都要进行清理 同时呢 大家呢 也关注 自己的免疫功能 保护好自己的 心态的平衡 那么我们对环境 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至少你每周看一下 这个史类外 有没有特别积水的地方 另外像这花盆的底部啊 废旧的轮胎啊 排水槽啊 这些地方 都需要清理 啊 旅行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 带一些喷蚊剂啊 蚊帐等等 最近我们一个朋友 被一个蚊子 钉了以后 啊 这个半边脸 都肿起来了 然后眼睛都睁不开 正好我一位台湾的 纯教授 给我带来一些 这个 他特制的膏药 那么我就 让他抹了抹 他就 在这个 太阳穴这 抹了一下 大概十几分钟以后 他来的时候开车呢 一个眼睛是闭着的 那震不开 在我们这个 说话之间 那很快呢 眼睛就睁开了 这个肿就消了很多 我们陈教授的 外用的药 真的是很灵啊 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来联系我们 我可以适当的 给你提供一点 去试用一下 所以啊 肌孔 拼雅热呢 实际上是提醒我 我们健康的防线 不是在医院里面 而是在每个家庭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我们呢 都会准时在这里 陪大家说一些健康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把节目呢 分享你关心的 听朋友好友 让大家一起健康 虽然是举手之劳 但是对我们都很重要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每天不见不散 大家好 我是杨景段医师 我行医三十多年 看过无数人 在健康退化的边缘增长 其实呢 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 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 这就是我设计这门 抗衰老课程的初衷 我们从人体的四个维度 就是结构 生化 能量和灵魂 重新教准我们的身体 启动我们内在的 自愈的力量 不用打针 不用吃药 我们用中医的智慧 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 真正豁出年轻稳定 又有力量的自己 如果您常常疲劳 睡不好 记忆力下降 或者像延缓老化 优化优化功能的话 这门课呢 你值得拥有 健康啊 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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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